这是象甲联赛第14轮外星人王天一 与难战天王红之的那一盘顶级对决 这个棋里面呢陷阱多多杀的是相当的痛快 我们一起来学习 红冰七进一黑炮二平三 红炮二平五黑象七进五 这在顶级特级大师的对战当中特别少 那现在红旗就不能按部照搬的来选择马二进三 而是选择马八进九 黑马二进一红居九平八 黑居一平二红炮八进四封锁 黑方如果跳正马手足也守不住 两个炮瞄着 所以现在选择进足 红炮五进四打掉黑市六进五 红马二进三 这样走以后如果你平炮瞄我这一条线 我随时可以兵五进一兵五进一 马从中路盘旋而上 所以黑马往前跳彩虹炮 红居一平二黑马七进五 红炮八平五 黑居二进九 红马九退八 黑居九平六开出来 红居二进六 这个时候比较好的选择 红居应该是要来抓一下这匹马 让红旗啊比较难办 这匹马也许只能直接后退 泡瞄着 那么这种手段是可以的 退完以后啊将来有抓中兵 然后扫通足连的等等手段 但是他没有这样去选 而是选择了直接进足 那红不向黑方跳马 红也是跳马 这里面就要小心 黑方就没有这一招起 觉得我冲足 你冲我打马呀 但是红可以直接冲兵 黑方如果打掉红马 那红兵吃黑马 黑豹再打红马 红居再吃黑豹 这样的话形成 红旗多了三个兵 这个兵马上吃死 这个炮在后方 那你居随时不得脱身 这样的话简单取胜 那我们回来再看 所以起走这以后 黑方并没有冲足 而是先冲这个边族 冲边族的意思 就是虚头发展嘛 慢慢来 急需力量 那红马再从这里 就没有出路 马三退一 黑方进马 把红马压住 红马一进二 准备踩两个族 那黑炮打掉红军 吃回 这时候黑炮凭视角炮 找一个通突的路线 将来是否要赶一下炮以后 卡向眼这些手段呢 那现在这一门炮是核心 先进区到关键的位置 那黑鞠 六进四 巡河 红 补一个 虚头发展嘛 你将军也没有用处啊 那走这以后 这一个黑鞠 是个巨大的牵制力 因为他不能离开 这你将军要杀旗 离开这条线的话 所以没办法了 只能把老将走出来 那王天仪选择将军 上 再退居 到巡河 这个棋啊 走到这以后 显然 这一个老将的将位不安 居占巡河以后 是要做什么 比如说 冲阻啊 以及退炮 若干守的 显然 这个老将将位不安呢 他要回去 红区将他再上来 红区又退回来 他又退回去 巡皇往复了 这么几招棋 最后呢 红区他不愿意了 因为 这个棋 不便作合 一江一贤吗 那红区 想到了破解法门 炮五平二 准备拉回来 迎头江 那黑一方 禁足 目的是 马上要走 居六平八 牵制 这个足也来不及吃的 你吃完足以后 他牵制 那你这个 无根机炮 何时才能脱身呢 所以不能管 退炮回来 黑一方 禁足 那红 终于可以走 将军的起了 这个时候 你画式也不行 因为 看底式 带着炮嘛 你不能贫足 因为打着鞠 所以只能把鞠 离开 那红兵 五进一往前冲 他是诱惑你 退马踩 这样的话 他的马可以 七进五 往中路跳 因为后方有炮 你的足 无法靠拢 那这匹马 再出来以后 再上去 再上去 或者再跳 那就危险很大 所以 局四进二 守住足临线 那红兵就 大踏步往前 黑方平炮 红兵再冲 黑炮 二进六 卡向眼 为自己的三路马 奔卧槽 创造机会 那红兵是将军 黑足平开 红兵再将军 如果你再平开 我就往下冲 然后你跳马 我就再将再将 绝杀无减 所以 这个时候 千万就不能 把这个组 离开 要为老将 腾开路线 不是 实际上 在这个局面下 红旗 有一个 一招致命的好旗 创卫局 那 这里面 再进兵 再进兵 就要绝杀了 那如果说 黑马往这跳 怕不怕吗 显然不怕 因为我们可以送炮 如果你打掉 显然 我就不拟 继续往下冲 下一步 再将一 再走一步 就绝杀了 你这将军 没用 我出来就是 那你怎么办呢 你只能把事退回去 那我现在 再将 你只能爬上来 我甩鞠 马上退居将 绝杀 无解 这是 比较好的 也许是我们这个 级别的 只能看到这个位置 但是呢 在高手眼里 他并没有 这么去选择 我们退回到 变化产生的节点这里 那当时 老王就选择了 退居将军 退老将 然后再跟住炮 这个炮 肯定要赶走 如果赶走以后 再进兵也不迟 那这个炮 能不能赶走 怎么样去赶走他呢 他不会走 没有地方吗 那他选择了 唯尉就赵 直接往下冲足 如果 红鞠 直接吃爆 位置比腰 差一些 那他这个足子往下冲 如果你直接吃炮 足子往下冲 要吃炮 是交换嘛 你离开 他平居 这里是药杀 所以这个炮还得丢 鉴于如此 没有直接吃炮 而是用事 化掉这个足 那黑炮得以逃跑 准备到这里来 做文章 红不拟 直接进兵 黑一方是将军 红抬炮 黑一方再平居 到八路线 因为平这一条线 没用 他这个足子跑来以后 鞠到这儿 所以他先平这条线呢 是因为 你将来的鞠 只有这个点位和这个点位呢 那就没有这个二八线好 那 红鞭 吃掉这个 黑一方一看呢 这个棋 还是有一些风险的 他就先将军 这里面呢 爬上来 再将军 他退回去 我们看一下这个局面 如果说 黑鞠吃这个的话 那 红鞠甩过来 就甩这条线 下一步起 将军是绝杀 你只能进老将 他再进兵 绝杀无几 所以呢 面对 这样一个情况 他就没有敢去吃炮 而是先把老将走进来 那这个时候 红鞠依然是甩到自己的三路线 准备下一手就进兵 然后杀棋 那这个时候 因为啊 这里面还有一步棋 两步棋杀棋 那黑马 采取的是三退五 准备退鞠江 你退将 再进马江 或者进马江 这个棋相当的厉害 那面对这个棋的时候呢 红是 这里面 进马党 不让你走 那 黑鞠再将军 这里面 再进老将 黑鞠 再卡住向眼 这个棋呢 是有一些说法 在这个位置 如果说 红棋 一一鼓醒 继续进兵 准备杀棋的话 那黑炮将有一箱 你的炮不能动 只能把鞠电回来 那黑鞠吃炮一箱 这里只能爬上去 然后再砍鞠 你向掉 我们再次清点 旁边子力 黑方剩下一马一炮 红剩下一鞠一兵 显然这个棋 红鞠的难度很大 那 鉴于如此呢 我们看一下 这里啊 红就没有采取 直接一一孤行的进兵 而是把炮平开 那现在你将呢 我就一下走出去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 黑马是要踩兵 那红兵往前走 马上将军要杀呀 没办法 退马 守住这个点位 那现在 黑鞠退机一勒 走在这以后 红天王直接交了 为啥呢 首先我们来看 这匹马 你是不能走 因为走完以后 将军要杀骑的 你可能就要用鞠 来进行防守 那我这匹马 随便往前跳两步 都是不得了啊 再跳 或者往这里跳 往这里跳 都很厉害 所以走到这以后 红天王只能认输 好 这一盘棋就为棋友们 讲理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讲解 一定请你伸出你 发财的宝贵的手 帮忙点个赞 引农在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